一人郭品超的父亲自弃四年前就被家人带往台湾 因此和山东泰安老家亲戚们失去了联系 而郭品超近期的事业重心都专注在中国 因此他也透过参加节目进行中国黄河片 寻找失联多年的家人 一开始他仅靠地址 和姓名在诺大的山东寻找过程非常的困难 好在当地人发现有个名字区发较为相似的人 随后靠着有限的线索 终于找到了奶奶的弟弟 众人一见面就忍不住落泪 尤其是在读到奶奶当年寄给旧宫的信时 郭品超更是感动不已 知烟血浓浴水这件事是确确实实无法作假的 也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隔血缘 郭品超不仅感叹到 能找到失联已久的家人令他十分感动 关世界上最亲的人还是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